最近只要一下雨不用半小时家里就会进水 这样的情形就发生在西湾路一段211巷里头 居民抱怨自从一旁大楼盖起来之后 一旁的水沟就容易积水成灾 所以在接货成情之后 27号上午议员抓领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从西湾路一段211巷进来 就在新改大楼与平房中间这里有一处排水沟 因为地势真的比较低一直都有积水问题 只是居民说自从一旁的大楼盖好之后情况更严重 只要一下大雨水就会淹禁民宅 一度水深50公分 早前是要两三天三四天才淹 现在只要二十分三十分水就淹在家里 淹到差不多四至五十几公斤 没早期我们情形大到大 我们都没办法情形发生 这些建筑好的时候导致邻居邻居的这个有几间民宅 这个一下雨一下好雨的时候就会积水往内倒 往里面那个溢满 那这个西湾路111巷上13号这边 还有西湾路西湾交流道一段181号至191号 后面的话一下雨的时候那个水泄无法宣通 那水供没有做好导致水都满到房子里面那个流 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情形直到最近 甚至只要大雨下个二十分钟就会水进民宅 而且临近几处都有类似状况 所以27号上午医院抓临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那里长来跟我们讲老百姓来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请业主 请业主过来跟他沟通 希望说业主能把这个地方的水沟再改善 让这个地方不要再有积水 那业主现在就要请他们的施工单位来看 希望说改善这条水沟 尽量这条水沟给它舒畅 让它不要在那边积水 这相信是他们的责任 水沟排水不良 平常的环境卫生也不好 敦情牧林也维护环境 议员抓临服务处也要求建商协助处理好排水问题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